今天早上如果按照跟我一樣時間起床的上班 上學的觀眾朋友大概是軍公教跟學生啦 不過今天有很多人可以放假 希望大家假期愉快 那還滿配合這個放假的天氣喔 今天天氣真的狀況滿不錯的 我們來看看現在外面的氣溫 全台大概都是21 22度以上 不過在花蓮這邊現在有一點點下雨的狀況喔 提醒花蓮的觀眾朋友注意一下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微星雲圖了 我剛剛提到今天天氣變好了 而且有機會變得比昨天更熱 因為昨天的風向其實有一點點北風耶 所以昨天雖然北部地區哇太陽很大顆 但是游泳有涼風吹其實還滿舒適的 不過請注意今天的北風 東北風開始轉吹東風到東南風了 就是比較溫暖比較熱的風上來了 所以今天來講全台各地的溫度都會往上升一點 西半部地區甚至30度31度32度的高溫 那中午過後有一些熱力作用帶來的降雨 北部地區可能有一些短暫震雨 中南部的山區可能也會出現一些降雨的狀況 所以今天如果不用上班上學 要出去玩的觀眾朋友 可能中午過後還是要注意一下天氣的狀況 而今天過完之後明後兩天 星期六星期天全部的人都放假的日子 天氣就會更好更加的炎熱 請注意這幾天出門務必做好防曬工作 同時怎麼樣這個要多補充水分了 不過星期天的下半天開始 因為北方又有封面要開始靠近 所以星期天的下半天的天氣 會比這兩天來的比較不穩定一些 所以午後雨的狀況可能會下的比較大 然後區域也比較明顯 就是區域比較大下雨的狀況比較明顯一點 這個星期天要出遊的觀眾朋友 就要特別的來注意一下了 不過整體來講這幾天天氣狀況是好的 要到下個星期一才會有封面的影響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空氣品質了 其實今天的空氣品質 指數比昨天看起來是差一點了 特別是在北部地區PM2.5 也就是這個懸浮為力的指標到了高級的 就是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 像我女兒昨天已經鼻涕啊 咳嗽通通都出來了 所以提醒大家真的呼吸道不舒服 要記得戴口罩 保護自己的呼吸道 就我們之前來看看今天的天氣不可不知囉 今天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 有夠熱啊 暗美的女生請注意防曬的季節來了 特別今天來講 全台各地紫外線指數都是高 那竹苗 中部地區 還有高坪地區的紫外線是特別的過量的 所以提醒大家加強防曬的工作了 好 另外再來就是北部地區 我剛剛提到 包括了坪地喔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在中午過後 都有些熱力作用帶來的局部降雨 戶外的活動要特別留意一下 而目前看起來呀 還沒有起霧的狀況金馬 但是呢 這幾天的天氣形態 有機會會在金門馬祖 造成起霧的狀況特別是早晨 所以如果要搭飛機的觀眾朋友 這兩天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狀況